學員好 謝謝,我要請教的討論問題很簡單 哪有醫院 這個越半越小的 規模越半越小的 醫生越來越少的 如果這樣的話 你衛生署長 還有醫師站在這個台上嗎 這個台南屬地醫院 新化醫院 你的態度怎麼樣 決策怎麼樣 報告一下,謝謝 我想那個 他最近有在申請一些CT 那我們大概也都已經盡量來支持他 盡量支持他 確定啊 是 那個是不是 報告一下 醫院的開會已經 增程會已經通過了 決議要買 我們會致辭 那為什麼他申請那麼久 好幾年啊 他申請幾年 最近才給 是不是我這個 輸你們反應以後 你們才知道這個問題嚴重啊 沒有 還是真的 他的需要 真的喔 那個新化醫院 有機會喔 你書長下去看一下 他剛好就在 這個南二高 新化 閘道的 這個出口 所以 從一高 連結八號國道 或是八十六號 這個快速道路 整個快速道路 整個快速道路系統 那邊就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然後 高速公路上面的任何意外事件 現在幾乎都送到台南市的這個樹立醫院 為什麼 因為城大交通不便 因為齊美那邊交通永賽 所以這個新化醫院呢 剛好 齁 表面上 是在偏遠地區 其實是在新的一個核心地理位置 結果這樣好的一個區位 你不懂得應用 還要跟他收編 齁 醫生太少 好 結果自願部應該停掉 那你在總 上會期的總執行 你還答應我啊 三年內 要改善過來啊 怎麼改善 齁 這醫生開出的自願單 三個小時之內 要讓人 讓這個病犯 有病床嘛 你答應的嘛 對 做得到嗎 我們努力來輔導 不是努力做得到嗎 要決心要計畫 一定會 申請預算就申請預算啊 對 齁 行政院長就要負責啊 是 財政部長就要負責啊 好 哪有說 這個靴子勢理的 新法婚約跟他收編 要跟他機會跟他停掉 結果 那麼多房間 那麼多空間 就要閒置 但是相對的 你看成大也好 你看齊美醫院也好 醫生都忙死了 那急診室啊 就像那個戰爭的這個 這個救護站一樣 走廊啊等等都要 都要放這個 放單 放單家 放病床 哪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結果你史立醫院 不爭氣啊 一回事啊 但是你新法婚約 應該可以 這個發揮功能 結果你反而 要跟他收編 如果我當時 我今天如果我是這個 衛生署長的話 我很簡單啊 我就把這個 台南史立醫院的院長 調到新法婚約去啊 把他重點移到那邊去啊 那這邊呢 就配合成大醫院 來發展就可以了 那新法婚約呢 甚至可以讓他獨立啊 因為他地點太好了 因為他空間發展 齁 這個非常足夠 而且他不只是可以服務整個山區 齁 這個 這個 這個民眾 他還可以當高市公路系統 在新法節點上面的 一個重要的醫療 急救 等等的一個 齁 一個地點啊 所以 你在 不用抑壓 你五千萬 一部 這個CT多少錢 一千萬嘛 一千多 對一千多嘛 那其他的多幾個醫生嘛 而且這個是 最近已經從台南醫院派了兩位 這是金基母耶 齁 齁 金基母啊 那你看那山區的民眾齁 如果不再新法 這個急診 欸 新法婚宴的急診 如果不住在新法婚宴的話 你看他多可憐 第一個 可能 喪失這個救命的房間時間 第二個 他一住院的話 家屬一住院的話 他的 他的家 這個病患一住院的話 他的家屬齁 要進來看他齁 那個交通成本交通時間 齁 耗費多大 那現在如果說沒有新法婚宴還好啊 已經蓋起來硬體都存在那邊了 你還要把他功能減少 跟他降低 說不過去啊 應該專案輔導 讓他升級 擴大 對不對 我想這個委員的建議非常好 我答應你就是我一定親自到達 這個 這個可以有這個分工的功能啊 齁 如果那邊設備 基因能 齁 醫療效力等等都提升的話 那他們就不用到成大的癌 不用到市區來 不用到齊美來 不用到這個 來跟市區的人競爭 使用那些醫療資源 跟設施啊 對不對 對 那你可以相對的減輕 這個市區裡面 醫療資源 包括人力的 那種負擔啊 所以那邊應該把他輔導起來啊 齁 我相信陳達 醫院的院長也應該同意啊 不會爭 爭生意啊 現在大家都已經 offload了吧 是 齁 我想那個醫管會也許有一些計畫 他也派了兩個醫院去 這個 這個 這個反不得啊 要急啊 很快就會做到的 包括他電腦斷層 報上來我們已經 決定同意補助他 另外有 台南總院已經派兩位主機師去支援了 剛才我跟 林院長 陳達 林院長 他們也要全力越來的 來幫忙 他門診 這個 一下子撿了幾顆啊 十幾顆喔 門診喔 你門診也撿掉十幾顆啊 有啊 了解一下 太可怕了吧 好 一定會去深入在裡面 因為這個是賺錢的 不是叫你賠錢啊 連賺錢的事情 有發展性的 你都自我設限 都自我退縮 齁 太 交代不過去啦 是 而且還是 在 台南這個地區 嚴重缺乏病床 嚴重缺乏醫療資源 醫療資源分配不禁 的這種情形之下 好難得有一個新法分院 你要 要讓他這個 智慧武功 太不應該了嘛 那他現任的這個分院院長 是我好朋友 沒有錯 但是我不是 不是這個私人交情 跟他講話 他跟我講 他馬上要退休了 他希望有生之年 一生服務 這個醫療界啊 最後留個功德 把這個新法分院呢 把他這一個 建立起來 讓他功能完整 讓他 這功能提升 那大台南成為直轄市 在山區這部分幾乎沒有大型醫院 等於零啊 醫療資源等於零 所以新法分院啊 真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不只新法分院啊 以後往山區 你現在有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 整個風景區裡面沒有一個大型醫院 好 那個觀光怎麼發展啊 好 那觀光怎麼發展啊 這個醫療服務啊 跟經濟發展 是 密切不可分啊 你看 我在科工區招 這個市長任務 科工區 這個 這個招商的時候 他們法國的公司喔 日本的公司喔 最後到我市長室去談什麼 談說你們的醫療設施水準怎麼樣 你看日本的公司 他們要到台南來設廠 最後我是介紹他們去參觀成大醫院 不曉得院長曉得不曉得 他說喔 這個醫療設施水準 喔 我們趕來 因為那些都是國際級的科學 或是科技的專家 他雖然薪水一個月可能只有台幣二十萬三十萬 但是他對他們國家對這個廠商 他的這個重要性喔 他生命健康的重要性喔 是無 是沒辦法用價錢來比耶 像Javis 只要多活個十年 你要對世界的影響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醫療設施要考慮到國家整體長遠的發展 來加以琢磨 所以為什麼我都這麼多支持衛生署 你看我來都不會調你的問題啊 問題有別人去講 但是我在鼓勵你啊 鼓勵你上進啊 積極啊 對不對 謝謝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批評啊 監督你的油 貴 我們這個環衛委員會 這什麼叫什麼 環衛 社 社環嘛 社會福利 有這個委內 來處理 但是我站在 國家總體發展上面 我認為 這個醫療 台灣醫療水準 不但要提升還要普及 你不普及的話提升沒有用 變成有些人想特錢 有些人呢 沒有得到照顧 真的是這樣啊 所以新化福利院這個當一個 當一個標杆 我希望下年度以後就看到它變成一個 大家所期待的功能 所期待的規模 所期待的水準 所期待的這個品質的一個 這一個大型醫院 它過了範圍過了 整個空間 並且都過嘛 對不對 只有設施 軟體還有管理 你們消極嘛 所以你可以要求 要求那個 台南省立醫院的院長 應該積極作為啊 甚至他自己 應該坐盡到那邊去啊 這樣才對啊 不要說分院 院長一定要再補院 那分院就不可以去 不可以這樣子啊 院長應該到分院去 剛好相反可以啊 對不對 這樣才能夠開發新領域 擴張新的版圖嘛 提升新的這個水平嘛 是不是這樣子 這一個專案 我要看到成果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會照